外資撤離 韓國三星都將680億美元的產值搬到越南 原來中國對它配套的中下游的服務產值也有幾百億 一下子就不見了一千億美元的產值 而配套的數以十萬計的就業光位也是隨風消逝 就飄了過去越南 比如今天是2022年12月31日 今天是日本東芝在全中國23個城市25間公司 最後結束的日子 今天日本東芝全部撤出中國 另外在三星期之前 由富士康做代工的蘋果公司 也都宣布要將生產線由中國搬到印度 在中國境內八十萬富士康的員工 也都逐步要加入失業大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原來以脫貧 向全世界發出了自豪的歡呼 但是現在就翻貧了 重新翻到貧 這件事來說 如果說原來是一個歷史性的勝利 現在全世界反貧 是不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誌呢 因此我們就要好好地去面對現實調整的政策 如果你在過去這些年月裡面 明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鄧小平的老一輩革命家 確定了生產經濟建設為中心 改革開放的路線 那就不要再倒退回去 以鬥爭為綱的路線去了 你下下就鼓吹發揚鬥爭精神 增強鬥爭管理 但是經濟建設 不是靠鬥爭 上一倒去的 那些私營企業 民營企業的積極性 你越來鬥爭 越來越失去信心 所以由於鬥爭的緣故 很多時候 政府除了對民營企業 亂攤派 亂奮款 亂收費 之外 你各有的商業銀行 也都對民營企業 有歧視性的限制 貸款 給國有企業很寬鬆 利息很低 門檻很低 但是貸款給民營企業 條件很苛刻 利息很高 門檻很高 本身已經是不公平的了 再者 社會上 關乎國界民生 那些行業裏面 也都是由 央企國企壟斷了 所以 民營企業 一向都在 隔逢裡面的生長 再加上 這幾年來 意識形態 又說消滅私有制 私營經濟退場論 私營企業 共管共享論 等等 極左言論 令到他們 心灰意冷 封城 封路 封區 停工停業 停產 對他們造成的打擊 所以現在 民營企業家 甚至總共有幾個詞的都想出滾滾滾滾滾 Under run 想說這個 交腳要去外國算數這樣 所以民營企業家痛心疾首 指著董威書記說 利用我們是你們無奈的選擇 消滅我們是你們崇高的理想 是這樣的指責 我相信那些外資企業一樣有這樣的同感 所以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失去動力呢 無論投資 出口 內需 三輛馬車 走下坡 為什麼無論從供應 需求 預期 三方面都出現大問題呢 所以就是你那個政策裏面 沒有去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經濟建設為中心 而是以鬥爭為綱 另外這個鄧小平當時的改革開放政策 是讓一部分人先附起來 然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現在你就不說讓一部分人先附起來 只是強調這個籠統的共同富裕 說要對高端收入的人要採取限制措施 那些人就擔心這個第二次公司合營 擔心又來一個打通號分團地 那麽人的投資意欲當然是降低的 還有還有中國的經濟振興是由於我們採取對外的開放政策 尤其是強調發展和改善和美國的關係 這個是中國實現現代化 搞改革開放的根本要求 是在冷戰的格局當中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要求 但是現在中美關係就惡化 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 亦都去急速惡化 這些是戰狼外交帶來的一個惡果 所以必定是會影響到對外開放 影響到外資的進入 影響到我們那個世界工廠的地位 當人家覺得我們未來的政治走向這個經濟政策 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的時候 人家自願就會部署 重新佈局那個產業鏈和供應鏈 將在中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 逐步搬去越南、東南亞、東盟國家、印度 乃至墨西哥這樣 我們那個製造業 我們的工業慢慢失去了銷售的對象 或者失去了那個產業鏈 對我們的經濟裏面 完全是有百幣而無一利的 所以我覺得來說 我們不要再去強調那些意識形態的事情 應該要按照鄧小平當年所說 不搞爭論 要害是性社性知的爭論 要求實幹興邦 空談誤國 這樣要回到這個軌道上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強調這個意識形態 馬克思士對的 馬克思士對的是什麼 就是階級鬥爭 無產家革命 暴力革命 世界革命 消滅私後制 迷藏資本主義 實現共產主義 紅銅龍的新世界 這個就是馬克思士對的 你太過在香港 在國際社會強調這件事的時候 那人家會覺得 你的根本價值觀 就是要挖別人的祖墳 就是要迷中別人的 那人家自然會跟你脫勾 對你加以警惕和防範 加以壓制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是相向的 改善中美關係 改善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 我們要在 那個意識形態根本價值觀方面 要令人覺得 我們要令人信服才行 否則的話 讓人家認為我們這個根本價值觀 是對人家生存的威脅 對人家國際秩序的威脅的時候 那人家就會對我們產生 道不同不相為謀 這樣的事情 就不會再像改革開放 開頭的二十幾三十年 那樣 和我們中國有好合作 所以我覺得來講 綜合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 要重新止跌回升 是一定我們北京必須具有 1935年1月 遵義會議 和1978年11屆三中全會 那種自我糾錯 進行政策調整的 大刀闊斧的作為 這樣才能夠令到我們 有一個新的局面 能夠是 令到我們國家長治久安 令到我們改革開放 來自香港的一國兩制 行穩自願